好,Part 2呢,我要跟大家解說的是它的一些Dead Gimmicks 還有原因 我就拿這個盒子出來 來 大家應該都 大家應該都有發現吧 你看,它的這一隻手,上面畫的 這裡也是,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手掌,本來是可以彎起來的 可是呢,等真的拿這個玩具之後呢 它的手掌整個是一體的 它沒有辦法收起來 所以它變成飛機的時候,你會在後面看到兩隻很大的爪子 有一點可惜啦 我從前面跟上面跟旁邊 看起來是很正點 但是,所以沒什麼差別 然後還有一點 就是 pop out missile launcher 也就是所謂的,它的這一個槍 這把機關槍就是發射子彈這個機關槍 可以 可以縮到手裡面,也可以彈出來 但是它玩具本身的時候,這一把槍是完全不能移動的 它 可能是 為了省成本吧 有點可惜 然後還有一點 它還有一點 這就是可惜的地方 還有一點 就是 你會在盒子的背面的這裡 可以看到一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pin joint 就是 那一種 那樣子 就可以上下轉的那種關係 那膝蓋的那個 盔甲上面有一個那種 的 地方可以翻 但是 玩具本身的話 它的大腿是整個一體 有點令人失望 但是呢 好吧,我現在要講 為什麼他們要 在一個原本設計 這麼好的一個玩具上 剪掉這麼多的 Gimmicks 跟那麼多的功能 我覺得他們會這麼做呢 是因為 他們想要保留一點 東西 把它設計在 Leader Class Starscream裡面 相信大家都知道 Leader Class Starscream 會在明年的 那個 年 年 年中吧 明年六 六月吧 出來 反正就是在明年出來 所以 相信 Leader Class Starscream 大家都知道 造型 四隻的比例 都比 Voyager的好看很多 所以呢 像他們如果要 他們如果要做 Leader Class 的 Optimus Prime 他們就不會把Voyager設計得太好 然後要大家去買 然後這樣大家都會去買 Leader Class 這是 有沒有道理 這是我個人認為 給點評論 訂閱我 謝謝